禅宗主要知道 我们一说到禅宗 大家头有个观念 就想到盘腿面鼻 那叫禅宗 那是禅宗促学的方法 你必须知道禅宗是广义的 不是下义的 八万四千发门 统统是禅宗 修学禅宗的方法不一样 门道不一样 就发门了 他不是修禅宗 那就不是佛法 他要是修禅宗 这就叫佛法 那禅宗宗 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修禅宗呢 我们现在用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 致持名号的方法修禅宗 怎么个修法呢 你先要懂得禅宗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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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宗 8万4千法门 全是修这方法了 我们才有一点执着 才有一点分别 阿弥陀佛 中门 祖师所谓的 不怕念旗 只怕觉知 占念是诀 念头才起 不管是善念是窝孽 念头一起就错了 为什么清静心意就没念头 念头一起怎么办呢 归到阿弥陀佛 统统落在阿弥陀佛上 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阿弥陀佛也没有 你就明心见心了 就是用这个念头 把所有的念头都打掉 尽忠是用这个方法 这叫慰念佛了 这叫慰念佛了 用念佛这个方法 达到明心见心 达到大吃大五 阿弥陀佛